这个年轻漂亮的家庭主妇 美卵却遭到枕边人的冷落 她本想和丈夫联络下感情 不料男人当场发起了脾气 即便她独自玩手机到深夜 也不打算对妻子怜香惜玉 小美只能把委屈埋在心底 每天不停做家务麻痹自己 这时高中同学打来电话 邀请她去参加同学聚会 还说她的初恋也会出现 小美起初是不愿意去的 但想起丈夫对自己的冷漠 于是果断去参加了聚会 同学们看到小美的到来 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毕竟小美曾经是他们的斑花 碰巧初恋阿伟就坐在对面 两人四目相对难以言表 突然同学小胖翻起了旧账 指责小美当初不该抛弃阿伟 还说阿伟因失恋差点自杀了 小美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只能安静地坐在那里受许 好在其他同学进行劝谈 才让小胖停了下来 等聚会完大家相互告别 小美准备打车回家去 可阿伟也跟着上了出租车 因为她家也在这条路上 阿伟到家后两人握手告别 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男人 小美心里不由泛起淋漓 回到家的小美因为喝了酒 跑到卫生间不停地往过 这让丈夫铁柱很不高兴 她不但没有安慰小美 还认为她倒了自己的胃口 接着狠狠骂了小美一顿 第二天小美去了铁柱的姐姐家 向姐姐诉说了心中的苦闷 碎花是个爱情小说作家 情场经验也十分踪幅 最近还谈了一个新男朋友 正巧看到小美在她身边 于是打算带着她去见新男友 然而让她万万想不到的是 碎花的新男友竟然是阿伟 这可把小美给尴尬坏了 自己的初恋却成了姐妹 趁着阿伟去拿酒的见习 碎花问小美她的男友怎么样 瞬间让她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毕竟当初是自己把别人给爽了 阿伟也趁着崔花离开的时候 主动和小美搭起了话 表示这些年一直没有忘记她 期待能和小美再续前缘 等见面会结束以后 小美走在回去的路上 看着那些嬉笑打闹的情侣 不禁想起两人相爱的时光 她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 虽然小美已经结婚三年 可铁柱始终对她无情冷漠 就在小美不知道缘由之时 她来到翠花经营的店里 结果她刚进来没一会儿 阿伟也跟着进来 这时翠花接到一个电话 需要出门处理下事情 临走时还把车钥匙给了阿伟 小美也随机想要离开 阿伟趁机要送小美一程 不料她把小美带到一处公园 在满山遍野桃花的衬托下 阿伟对小美表达了爱 小美嘴上说着拒绝 但还是和阿伟玩得很开心 阿伟在店里擦枪走火 就在关键时候翠花回来 他们也没有顾忌翠花的感受 连夜到小美家进行深入交流 阿伟看着小美的结婚照 心里顿时有些白胆焦急 她问小美昨晚的是后悔 小美却说并没有 毕竟铁柱长久以来的冷漠 早就把小美的心给伤透了 两人还没来得及再次温存 翠花就给阿伟打来了电话 一晚上没联系上阿伟 她觉得阿伟肯定做了坏事 虽然翠花检查了一番 但她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在家的小美闲来无事 看起了翠花写的小说 小美从里面得到一些感悟 她对自己做的事感到羞困 于是决定和阿伟划清界限 不久后翠花给阿伟买了衣服 然后带着她去见地面 小美也跟着铁柱一起来了 两人四目相对显得有些尴尬 翠花还说他们两人见过面 铁柱的醋坛子瞬间被打翻 她不仅对此事心存借点 还对这个姐夫十分不满意 随后她看到阿伟手上的戒指 好奇地询问是不是订婚戒指 阿伟却说并不是 而这种戒指在世界上只有两枚 听到这话铁柱瞬间脸色大变 因为小美也有这样的戒指 阿伟想到小美是铁柱的妻子 心中也燃起了一丝醋意 所以她决定要报复铁柱 便主动提出要去她家里喝酒 接着他们来到了铁柱家 很快三人喝得十分进行 不胜酒力的铁柱回屋去睡觉 翠花准备下楼再买点酒 阿伟这时终于有了机会 迫不及待向小美慢慢靠近 二话不说就要行不轨之事 无奈的小美只能选择顺从 不料她的丈夫突然被惊醒 险些就发现了两人的猫腻 等翠花回到家里 两人已经结束了战斗 阿伟躺在沙发上假装熟睡 隔天一早小美和翠花闲聊 身为情场高手的翠花 这次是对阿伟动了真感情 她决定要和阿伟结婚 翠花约了她在婚纱店见面 向她坦白地想要结婚的念头 可阿伟却瞬间脸色大变 她埋怨翠花不和自己商量 两人争吵过后阿伟离开了 主要她还对小美恋恋不忘 她问小美能不能接受自己 小美说那些往事已经不重要了 本来他们相遇就是一个错误 阿伟想让小美离婚 可小美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 自然不会同意她的要求 晚上小美想和铁柱联络感情 还十分殷勤地关心起了她 没想到铁柱不仅没有感动 还觉得小美跟有病一样 而阿伟带着满腔的悲愤 同意了和翠花结婚 但她脸上却没有丝毫地开心 在他们挑选结婚酒店的时候 撞见铁柱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阿伟气得转身就走了 翠花数落了铁柱之后 连忙追了出来 她十分生气地质问翠花 铁柱和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事到如今翠花也只能承认 自己早就知道弟弟的行为 听到这话阿伟更加来起 随后就去找到了小美 告诉她铁柱的不轨行为 不值得小美继续付出下去 可小美却早料到了这件事 只是不愿意去拆穿罢了 说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阿伟看到眼含热泪的小美 无比心疼地将她紧紧抱住 表达了自己的想念与爱 就在这时翠花回来 看到两人的亲密举动 上去就打了小美一个耳光 阿伟连忙阻止翠花 凭什么只允许你弟弟瞎搞 就不能让小美胡作非为 三人顿时陷入了悲痛之中 冷静下来以后 翠花找到小美谈话 说她和阿伟已经分手了 并知道了他们是初恋的关系 这让她对小美少了些恨意 然后小美回到了家里 为铁柱做了一桌饭菜 想将这一切都隐藏起来 不料铁柱自从见面那天起 就猜到小美和阿伟的关系 两人因此爆发了争吵 铁柱也说出了真心话 表示她从来没爱过小美 听到这话的她心如死灰 最终小美选择一步去告别 离开了那个熟悉的家 然后投奔到阿伟的怀抱 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